新运动无尘案,祝人幸无尘案,黑暗跑团,由你正好,耶! 27号上午,24位市长跑者在陪跑志愿者的引导下,以三人为一组的形式,在四川成都市锦城湖公园内的绿道上开跑。 一根橙色的陪跑绳系在市长跑者和陪跑志愿者的手腕上,陪跑者通过拉动绳子以及简单的指令调整方向提醒路况。 本次活动的组织者,黑暗跑团成都站站长台湾青年张志宏介绍,这只是黑暗跑团成都站的一次例行公益陪跑活动。 自张志宏2020年10月加入黑暗跑团成都站至今,他已经陪伴市长群体奔跑了近2000公里。 我们是每周会组织一场活动,现在平均是有25个人参加每一场活动,然后成都现在参加活动人数超过50人。 其实看到他们的笑容,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,因为他们保持他们自己的光彩。 据了解,今年34岁的张志宏与成都结缘于2015年。 2017年,张志宏来容期间与妻子相识相爱,从此便定居在此。 张志宏从小就对公益事业情节颇深,来容之前就已有十余年的志愿者经验。 来到成都后,他仍希望延续自己的公益情节,便加入了黑暗跑团成都站,希望帮助市长人群及其他残障人士消除与社会的隔阂感、恐惧感。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帮助别人,只是以前可能我刚到成都以后,可能方法不太对,我就会捐助一些钱。 一开始看到这个链接,然后又可以运动,又可以做公益,就去尝试,一尝试就一直做了。 大众群体对市长或身心障碍者是有偏见的,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活动会让更多的人民去看市长群体。 他并不是说不能出来运动,不能生活,而是他们用不一样的方式。 坚持的过程诚然不易,但张志宏十分乐观。 张志宏回忆,彼时他刚加入黑暗跑团成都站时,只有五六位市长人士长期参与活动。 如今,这一数字已扩大至五十余人。 以前一开始是我们会先到按摩院去,然后跟他们说,但一般都是打腿,很多都不愿意,他觉得不现实。 我走路就困难,在砍运动嘛。 但后续我们就,我这里找到一个方法就是,让他们分享朋友圈,一个一个去影响,因为市长群体他们互相的影响会更大。 渐渐的,他们是透过市长群体的一个朋友圈,了解到这个跑团,然后一直加入进来。 在张志宏看来,市长群体在黑暗中也有自己的光明,与其说做公益是帮助别人,不如说是互助。 他自己通过参与公益事业也收获颇丰,得到了成长。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,因为他们虽然上帝给他们关闭了视觉,但他们没有放弃,他们走他们自己的路,活出他们的光彩。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常缺失的,我觉得非常好。 在大陆生活的五年多来,张志宏不仅见证了黑暗跑团的发展,更让他欣喜的是成都无障碍设施建设日益完善优化。 张志宏坦言,自己很享受在成都生活的每一天,他未来也将继续奋斗在热爱的公益事业中,组织更多类型的活动,为更多身心障碍者提供一个大胆走出家门的机会。 同时,他也希望能与台湾的公益组织加强交流合作,共同推动祖国无障碍事业发展。